于池香公所举办的精品咖啡评鉴比赛 以及全国咖啡馆12强加1的PK赛圆满落幕 为了让在地的咖啡农更加了解烘豆这个部分的诀窍 于池香公所特别邀请到台湾唯一一位 在北欧得到2013烘豆冠军的陈志煌 前来进行经验分享 甚至还有阿里山的咖啡农也专程前来参加 显示大家的重视程度 上课之前主办单位先提供同一款咖啡豆 用不一样的方式烘焙出人馆咖啡 让参加的农民吃喝风味 同时也体验烘豆的技巧如何应用 然后在上课中受邀前来的第一名烘豆专家陈志煌 针对烘豆器的使用技巧以及时机等等诀窍来进行经验分享 这次的风豆大师也是我们2013北欧风豆冠军陈志煌老师 特别来我们工作邀请我们所有这些财政咖啡的咖啡农民朋友 来这儿听到我们陈志煌老师 他这次对于台湾12强加一精品咖啡风豆整个过程 他的用心 当然我们透过比赛以外 透过这种讲座 我们希望带动整体我们台湾咖啡农 他对于栽种也好或是烘豆的技术的提升 我很惊讶就是像这边的咖啡农民水准很高 然后已经具备相当多的咖啡专业的知识 而是当然要感谢像吴元斌老师之类的 他们在这里上了很多的课 所以农民水准已经很棒 然后我在这边再帮他们加强烘培的专业的知识 我相信他们咖啡可以越做越好 来参加的农民上课时除了认真听讲 手中也认真做笔记与拍照 同时农民也都踊跃来提问 陈志煌完全无师但用心回答 互动相当踊跃 这个难得的课程甚至也吸引到 阿里山的咖啡农专程前来渔职 显示陈志煌的经验分享相当可贵 能够请到就是陈老师 那我们也觉得说机会非常的难得 那我想对于我们日后在 就是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上面 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 主要是来取经的 有经常自己想要听 有有有因为老师几乎很无私的 把所有的秘诀都公开了 讲说他在几度下斗 我哪时候出斗啊 确实上我吸收到了很多 我回去马上会开机 马上四空一炉 对试试看到底老师今天讲 我能够吸收多少 那当然我相信老师他是 不会就是只有今天的分享 如果我发现我抓不到问题 我再来问他 那这样子对谈其实会更有意义啊 难得的课程 以及面对红豆大师的机会 农民都把握时间询问与拍照 大家也都相当感谢 于是像公所用心安排这样的课程座谈会 让大家收获满满